為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 上班應留意以下攻略 實行單聲 兩班時間,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應戴上口罩 當進入辦公大樓,先探熱 盡量不要承搭人多擠迫的升降機 避免舉行或出席大型會議 同時之間應該減少面對面接觸 單聲安排用線時間,不要聚餐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和工作環境衛生 下班後,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盡快看醫生 上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上班防疫攻略 師傅漢椒 較重或常用的物件 就要放在較容易拿到的位置 搬東西時就沒那麼容易弄傷了 擺課時要上輕下重 搬課時記得腰要直 用大腿發力 有需要時用手推車或找人幫忙 對 資料由職業安全健康局提供 香港夏天提早上演 中暑 對,酷熱天氣,五月已經殺了 戶外工作,小心 口渴沒有力氣,隨時中了招 對… 覺得不清醒,不要再死定 記得去陰涼處和喝水 夏天,小心熱暑人 你說是甚麼 你選誰 這個 你呢 這個 多欲動,能減少患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癌症風險 小心在以待,斃 19-19冠狀病毒病傳播 上班應留意以下攻略 實行彈性上班時間 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應戴上口罩 當進入辦公大樓,先探熱 盡量不要承搭人多擠迫的升降機 避免舉行或出席大型會議 同時之間應該減少面對面接觸 但性安排用線時間 不要聚餐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 和工作環境衛生 下班後,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 盡快看醫生 下班時間 上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上班防疫攻略 請不要緊 成功 麻煩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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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現在收看的是由職安局舉辦的好心情健康工作間抗疫精神健康網上講座 今天這場的講座是會用網上的形式去進行的如果途中你突然間斷線的話應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點擊網上講座的連結,重新加入我們講座 我們講座的尾聲就會有一場問答環節 你們大家就可以通過螢幕下方的問答視窗在這個時候向我們待會的講者發問 你可以點擊問答然後打開一個叫做視窗 在彈出的視窗中輸入你的問題然後點擊發送就可以了 在這次講座的進行期間各位觀眾就不要用任何方式去錄音、攝影或者攝錄 都不要將有關的內容傳給其他人士 這次我們這場講座其實是想回應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不少人都可能會擔心自己或者家人會受到感染 加上工作可能有點不穩定 大家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同程度的不安、焦慮和精神的壓力 對工作和生活都可能造成一些影響 對於精神壓力的來源和可以怎樣應對他們這些壓力呢? 我們今天就很高興可以請到衛生署的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鍾彥群女士 以下我就將這個時間交給鍾姑娘 我請鍾姑娘上來和我們分享她的一些簡介 好,大家好,我是衛生署的健康促進署的臨床心理學家鍾姑娘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抗疫精神健康 今天這個課堂我主要想講一下 希望大家認識一個精神壓力的來源 以及會講一下抗疫之後 疫症對我們的精神健康有什麼影響 也會介紹一些精神健康的方法和技巧 好,我們講精神健康 其實什麼是精神健康呢? 其實大家都會很容易想到 精神健康有沒有精神或者情緒的毛病 或者疾患 其實這個想法比較過時 或者比較守舊 以前我們說精神健康 很多時候說有沒有疾患 有沒有疾患在裡面 好一點的就是沒有疾患 沒有疾患,沒有病 但其實隨著那個時代發展 我們那個精神健康的要求就會高一點 其實在2016年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都說了 其實我們要能夠自己去做到 展現自己的能力 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 還有很有效去做一些 比如從事工作 為社會作出貢獻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好的精神健康 即是說隨著患病 就是沒有毛病 之後沒事 然後去到好一點的 都做到事的 在2019年 更加提出了一些 就是說其實 它良好的精神健康 是精神和心理處於安全 和安樂的狀態 其實推前一些 就是另外一個極端 去到這邊 就是好那邊的情緒 就是沒有疾患 去到這裡好的 這個我們說 精神健康應該是寬一點的層面去看 我們今天想說 其實可以怎樣做好一點 你的情緒 不只是沒有毛病的方面 是去好一點的意思 好了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疫症之下的精神壓力來源 為什麼我們要講的來源 有時候如果很多時候 我們根本不掌握到那個 精神壓力的來源 其實自己是很難處理到的 或者是很難去跟逐改善的 所以我就會講一講 究竟在疫症之下 我們會有些什麼的精神壓力來源 我大約將那個精神壓力來源 分為三大類去講解 這次 第一是 就講在那個清潔和衛生方面 第一個去看法 我們在疫症之下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擔心到自己 又或者是親友外出那時候染病 尤其是有時候我們會去到 比如乘車 乘巴士 乘地鐵 人多擠迫的地方 我們都會比較害怕些 怕著 到時候就算我戴了口罩 都怕別人傳染給我 又擔心家人出去上班 或者是出去購物的時候 都會染病 這些都是令到我們不安的情緒 除此之外 每一天我們出完街外出完回來 我們用過的物品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徹底去消毒 包括最常見的 手機 銀包 外套 鞋子 這些鎖匙 很多時候出一出去 於是又要消毒一次 一天出幾次街的時候 就令到你都很大壓力 因為經常在這裡抹洗 大家都會很辛苦 大家都會 除此之外 我們都要忙著去購買一些生活的用品 之前曾經出現過 大家都會去 有些市民都會去搶購一些米 鎖匙 刺紙等等 不管它是對與不對的問題 你說它這樣做是對與不對的 但其實有些人 是因為它很不安 於是它去搶購 或者去買這些物品 但其他人可能都沒有去買 覺得他們很不理智 但其實它由於別人搶購 其實那個沒有去買都是不安的 它會罵他們去買 說他們是理智 但其實自己都是不舒服的 其實無論去搶購的又是不舒服 不搶購的那些都是不舒服 其實這個是一個壓力的內容 另外我們的防疫用品方面 都是令到我們都很辛苦去買 尤其是在疫症的初期 大家都沒有口罩 我想就是 去到 比如我在我的區那裡生活的 見到有些人 明明那些店舖 九點鐘開始去買 就是賣口罩的 其實那些人五點鐘就在那裡排隊 有些時候有條隊 我想是數千人在那裡排隊 那莫瑾瑜就見到他擔著一把傘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在那裡 就是因為很 我想都是很不安 都希望買到口罩去預防 那個疫症 所以呢 除了要買口罩 又要買一下漂白水 又要買火酒 到處都買不到 就天天都在那旁 那有時候我都說 下班見到 我六點鐘去到藥房 見到有些比較年輕的爸爸 就在那裡問藥房 啊什麼時候 有那些小童口罩 那藥房會跟他說 來回貨 說得點半啦 這樣跟他說 那那些 藥房的職員就說 遲些來啦 叫他這樣 那些爸爸呢 其實是沒有走到 我見到很多 就站在藥房的外面 很擠迫 但是他是幾個半鐘 希望等到有貨花 不等於一定有 其實這個過程 見到都是都幾 就是你問我都幾難過 但是與此同時 我都看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爸爸 或者這個爸爸 其實很愛惜子女 他犧牲了很多的時間 他很不安 他希望做到那些事情 去幫自己的家庭 但是其實他都有很大的眼力 已經買不到回家 於是周圍去 那你看得到其實很多市民都很辛苦 尤其是在疫症的初期 那另外我們說 有時回到家了 大家又要忙著清潔家居 為什麼呢 抹門鎖 就是要扭個門 接著之後又要倒水 到那個U型聚水那裡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做 其實那些很濕濕碎 但是呢 你不記得做又很不安 做了你的心就舒服些 當然啦 有些時候有些人士覺得 做得太多都是辛苦的 所以就要有一個平衡 好 那麼除了剛才我說的 就是清潔方面的問題 日常生活 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關於就是那些子女 就是可能有些人士 市民有些子女 他們要停貨的安排 那麼很多時候 由於停貨的時間都不是短 那麼我們說 他可以 就是如果兩夫妻 都是要上班的 其實沒有人看著他那個子女 那可以怎樣呢 那其實你說 我就放在家裡 那不可以忘記 有時16歲的小孩子 或者青少年 留在家裡 獨留兒童都是不行的 那所以呢 你就要找地方去安置他 你放在老人家長輩家裡 長篇難過 他很難幫你看幾個月 你又可以放在哪裡呢 兩個月又要上班 其實這個都對很多的家庭 造成很大的壓力 那另外可能他的小朋友 又要上去網上學習 又要用其他的視像學習 那些父母也是不懂得用的 那些機器 就是那些比較高科技 那些小朋友又搞不定 那大家都很大的壓力 那另外那些時候 譬如青少年 那些學生也是 那又要有很多補習 很多興趣 其實又上不了 那些父母又怕他追不上 那些小朋友又怕自己追不上 大家都很辛苦 那另外我們說隨著疫症發生 有時候家人的相處時間 都是增加多了 比較多 可能有些叫那些在家工作 Home Office那些 那很多時候相處時間多 那以前平時上班 就希望多些時間相處 但如果時間多了 在這裡的時候 吵架就多了 有很多VD的情況 那衝突就會多了 那很多時候 譬如夫妻相處之間 本身如果夫妻關係不是那麼好 已經是容易吵架的了 那加上疫症 因為大家壓力 那情緒就更加難控制得好些了 那尤其是比較常見 就是清潔的標準不太相同 那由於疫症期間 可能有時候有些 比較常見 男士的標準是低一些的 女士就高一些的 那很簡單而言 可能出完街那雙鞋 你有沒有踩進廳裡 可能那個太太就期望你 那雙鞋就在門口外面脫了 然後回到家裡 進去就穿拖鞋 家裡的鞋 但是很多男士 可能又未必肯這樣做 有什麼所謂 又或者譬如放完工之後 那你還沒換衣 還沒洗澡 就去坐在梳化上 那對可能有時太太而言 這樣就很容易傳染到 就很不安 甚至有些先生就躺在床上 還沒洗澡 於是就天天都罵不完 因為這些標準 因為其實也都令到染病的機會高了 所以有時大家就罵得很厲害 另外譬如子女的學習也是一個問題 那有時譬如可能先生要上班 太太要做家務 那由於那個清潔功夫真的多了 煮食的指數又多了 那很多事情做大家都 有時都兼顧不了子女的學習 你又覺得你應該教 他又覺得你應該要教 那天天都是糾纏著了 那有時那些子女又可能 自理或者自律那邊 又稍微沒有那麼理想 譬如他吃完那些飯菜 那些碗又不會收拾 那些衣服又到處去吃 那有些時候自律不太好 經常打機 好夜都不睡覺 睡早上寧願起床 甚至無疑 要網上學習 視像學習 又沒有上課 那這些都是很多時候 你又罵我 我又罵你 就是父母又罵子女 子女又不知罵誰 總之整個家都很多糾紛 好一點的就罵下 不好一點的可能 而就出手 就是有些武力的行為出現 扔東西 那有些甚至是會打人 那所以這個呢 其實那個家庭的壓力 都會令到 就是證人制度家庭的壓力 是增加了 那除此之外 譬如日常生活的常規 其實都受影響的 那我們很多時候呢 又可能去不了做運動 啦 喝茶又去 就是受影響啦 又要隔疏一點 來坐啊 又未必有些食肆又刪了 就算你想去探親人 譬如長輩 也未必去到 又怕坐車又惹到 等等 那你的民修 那些民修 譬如郵谷要避信 可能也都受影響 那這些呢都會令到我們很多的限制在 那我們又未必做到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另外譬如社會的服務都是有影響的 譬如你去醫院那些覆診啦 看醫生啦 可能又受影響要改期要延後啦 那另外可能有時候有一些 譬如照顧 譬如的 老弱相殘的一些支援組織的話 他們可能都會因為疫症影響 就減少了一些服務 於是你又要全力承擔那些 照顧的責任 那很多時候這些都令到那個 就是壓力呢 是增加了很多 那好了 第三種我們講的壓力來源呢 那就是會講一下 就是它那個其他方面 那有時候我們說在那個工作的一些變動 都是一個壓力 那有些公司可能因為那個 疫症影響到呢 那它那個生意或者受影響啦 那它可能就會減省一些員工啦 那好了 正下來的員工比較好彩些 可能沒有被炒魷魚也好 但是它就要承擔其他同事的工作 因為否則呢 就可能現在公司都要倒閉嘛 於是大家就可能要做多了事情啦 另外有些同事可能就也都沒有這麼好彩啦 可能會失業啦 又或者是減薪啦 那這些都會影響到它那個生計呢 其實對很多家庭來講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也都看得到呢 由於疫情比較 時間比較長 那可能都有一點點感覺 不知道怎麼辦 一個月就容易捱啦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那他們就會很擔心啦 那另外跟親友又要保持社交距離啦 喝茶都不行啦 有時候都怕啦 又怕傳染到啦 不知道誰傳染誰這樣啦 那看著 啊 染病的人數 就是疫情一號 其實很早那一陣子呢 其實在那裏增加 其實心裏面都很不安樂 或者都很擔心 那這些呢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呢 就是其實那個情緒很受影響 就好像我圖那樣說那裏 就是吃不燒 就是頂不順啊大家都 所以有些人士呢 就覺得很辛苦 經常都會告訴你 不知道為什麼很辛苦 其實就是頂不順那個壓力啦 那好啦 那我們說 那疫症之下 有一些情緒反應的 還有影響 那我們說呢 比較常見的呢 譬如說他那個 有些什麼情緒反應 第一樣最容易了解到呢 就是有壓力了 那很多人會跟你說 啊 不知道為什麼 在疫症之下呢 就覺得很辛苦 但是他講不出什麼是辛苦 他只是覺得很辛苦 但是呢 他那個身心會有一些反應 什麼叫身心反應呢 譬如他會出現呢 譬如頭痛啦 或者是失眠啦 或者覺得呢 他的心好像是屈住屈住 很不舒服的樣子 總之呢 就是不知道怎樣 但是就周身不舒服 那這些其實可以是一些壓力的反應 那除此之外 我們說都有幾多市民 就覺得很不安啊 害怕啊 還有生氣啊 那這些都是常見的反應 不安些什麼呢 始終這個疫症呢 這次來講呢 就是都是新的 大家都不懂怎樣去處理 那都是比較 還有你比較 就是如果說得好聽 都會致命的 那所以大家都其實都很害怕 又染到源頭 又不知道跌倒 開頭尤其是就掌握不了 怎樣去預防什麼 那大家呢 那種不安怕呢 是有在那裡 如果你處理不了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變成很生氣啊 就是有時候都搞不定的呢 那這些突變啊 不肯定呢 令到我們呢 都進去失去呢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很辛苦 就是覺得天天都很辛苦 好了 隨著這個疫情一路發展 大家會期望就說 好像上次大家都偏向就想 希望好像沙士那樣 幾個月之後呢 天氣熱呢 就沒有蝕乾就好了 這樣 那大家都有這個期望 誰知道漸漸發覺 原來教授告訴你 可能要處理一年 那因為都從那些 譬如亞洲那些地區 看到天氣熱也好 都那個疫情都沒有得緩和下來 那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疫情真的很漫長 好像沒完沒了 壓力是很大 但是完結不了 那個感覺呢 就很辛苦 好像很無助那樣 那這些都令到我們呢 就是心裏面很不舒服 那另外當然我也說 看到人染病 社會變化成這樣 你那種是有一種屈住的感覺 那個心很不舒服 很難受 但是又說不出 就是很屈滿 還有人與人之間 其實那個接觸真的少了 尤其是你去聚會都不行 只是WhatsApp 有時就打電話 不是不好 但是呢 其實是有分別的 和直接接觸 那你的孤獨感覺又會強了 有時想去找人聊聊天 吃飯去宣洩一下 都沒有機會 那我們那個精神狀態就像什麼呢 就像一條橡子 拉緊了 放鬆不下來 一直拉拉拉拉 拉著 就這樣停了在那裡 但是要等多久呢 可能就是如果你不解決得好些 不處理也好些 就是拉一年左右 照計可能看情況 那就很辛苦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情緒狀態 那好了 那我接著就會講一下 在疫情之下 有些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 那其實呢 比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 有些什麼呢 比如有失眠 抑鬱症 焦慮症 或者有些強迫性思想和行為 那些都有的 那有些創傷後壓力症 憤怒 暴力行為 或者一些濫用藥物 或者沉溺問題 沉溺問題 就是比如上癮的那些問題 但是因為呢 每個題目都會比較長 所以呢 我也講不到這麼多 就會選兩個簡短 選一講 就會講一講抑鬱症和焦慮症 因為這兩個呢 就會比較是影響 我們大眾市民比較多些 就是多些人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就選了這兩個來講 我們講一下 第一種就是抑鬱症 抑鬱症是什麼來的呢 抑鬱症呢 其實就是我們說是情緒低落 就是不開心那邊 紙巾是情緒不開心 那它的症狀有什麼呢 包括了情緒低落 這個紙巾是持續的低落 我們講的 譬如說心情不好 就不是說今天開心 明天不開心 是一直都不開心 一般來說 我們算最少兩個星期 一直都不開心 那它另外有一些徵狀 就是包括了 它對以往喜歡的事物有興趣 那就是說什麼呢 譬如說 你以前很喜歡玩的 我很喜歡打麻將 很喜歡去旅行 很喜歡聊天 甚至無聊 我喜歡積穿衣服 我以前很喜歡做的事情 現在不知為什麼 沒有了心機 沒有了興趣 不想做了 另外還有 食慾不振 或者暴飲暴食 明顯的體重改變 其實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 患上了抑鬱症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 當數的人 是吃不下東西 沒有胃口的 然後他會在很短時間之內 體重是有明顯的改變 什麼叫明顯的體重改變呢 我們通常指 譬如說 一個月至兩三個月 他瘦了五磅十磅 這個叫明顯的體重改變 並不是說一年之兩磅瘦了兩磅 這個就不算很明顯的體重改變 多數抑鬱症的患者 比較常見 就是通常吃不下 瘦很多 但是有部分的抑鬱症患者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有的 他反而情緒不好 就拼命吃 吃到就肥很多 於是你去告訴你 你有抑鬱症 很多人都不會相信 他又吃得又睡得 肥了那麼多 怎麼是抑鬱症 但是其實是有一班人 是反而去出現 是暴飲暴食 肥很多 所以都不可以去忽略這一點 另外會是睡眠失調 睡眠失調 睡覺睡得不太好 比較常見的就是 比較難入睡 譬如說抑鬱症而言 比較多是睡到半夜 例如4點鐘、3點鐘 醒了就沒有再睡了 即是很難再睡了 即是早醒 然後睡不著眼 那就很影響到他 即是日間沒有精神的問題 另外他也會有坐立不安 坐立不安 或者動作遲緩 坐立不安的意思 通常是患者自己覺得 站又不是坐又不是 自己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坐了又站起來 站了又想坐在這裡 真的不知道怎樣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另外有些他就會覺得自己 好像盾了 即是慢動作 有時候患者自己不知道自己 是動作遲緩了 有可能是親人發現 或者是醫護人員發現 但是有些他有 有些人是自己知道自己 好像覺得盾了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有 其實這個可以抑鬱症飲治 當然他也會出現 很容易疲倦 目睜打採 其實意思就是 他就算不做事 又坐在這裡也好 他都會覺得很累 因為他情緒不好 而影響到 其實他覺得他很累 但是他是做不到事的 無論是你上班 上學 或者煮飯 他都有困難 他做不到 另外也會不願意參加活動 通常的意思是指緊 就是他對比以前而言 即是他以前可能喜歡玩的 喜歡參加活動 但現在我就沒有興趣 不想參加了 不願意參與了 另外又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或者過分內疚 即是常常習慕自己 覺得自己沒有用 這些是一些比較消極 或者負面的思想 他會 隨著他抑鬱症的出現 他就會走這些想法出來 就習慕自己 也會出現一些記憶力退減 思想混亂 難以集中精神 即是說在我們那個認知方面 其實他會覺得那些記性是差了 想事情那裡就覺得想不到事情 腦筋好像很遲鈍 經常集中不到精神 他覺得自己好像經常在做夢 那樣 他會覺得辛苦 他這些是有些時候 有些患者是有這個意識之道 又不同了 但是他又改不了了 有些抑鬱症的患者 甚至無疑有一些可能自殺的傾向 我們剛才說這些抑鬱症的症狀 如果症狀持續了兩個星期 或者以上 你就要留意一下 是否一些抑鬱症 如果他也會影響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意思就是 例如他上班、上學、做監務等等 他都做不到的 那你就要快點去尋求一些 譬如醫護人員的幫手 這就是抑鬱症方面 另外也比較常見 我講過 第二個就是 焦慮症 焦慮症的意思 就是焦慮 我們講的是擔心 焦慮症的部分 和不開心之前的部分有些不同 焦慮症 通常患者會比較害怕 患慮症 覺得危險的事快發生 經常都很不安很緊張 因為經常都用了精神在緊張 於是他就很累的 但他睡覺又睡得不好 很容易醒 通常他們睡得不軟的 緊張過半夜 半夜一夜三夜醒醒了 醒了就很難睡 是淺睡 即是說他不能夠熟睡 也集中精神的能力比較低 因為他兼顧很多不安 經常留意周圍的環境 所以他就會很難集中精神 很累的 他們會變了 那抑鬱症的人士 他可能還會出現一些生理上的反應 包括了可能他的身體不適 例如這個心跳 通常他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心跳 或者準確而言 可能叫心跪池的眼 可能那個患者 他會突然間覺得心跳的 他自己知道 有些甚至嚴重的 他就會覺得耳朵聽到心跳聲 有時候這些其實是焦慮症的病徵 他有些時候 患者有些呼吸急速 他覺得呼吸不到氣 那些氣不能下去 下不下去好像很辛苦 吸急也不夠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會去看醫生 就懷疑自己心臟病 但是醫生檢查不到 他也可能會流汗 肌肉繃緊 甚至有些腸胃不適 譬如他有肚瀉 便秘、作嘔、嘔吐等等 其實這些有時候緊張 你也聽過 譬如學生緊張入到市場 然後就不停要去廁所 又說肚痛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緊張 都會影響到腸胃不舒服 考試那些尤其是容易見到 除此之外 他也會避免令自己感到焦慮的物件 物情況 其實譬如在疫症來說 有些人 其實他本身是比較緊張些 甚至在模擬之前 可能他已經有些 醫生診定他 你神經衰弱 或者你是過分緊張的 到發生疫症的時候 可能有些同事跟他說 哎呀,剛才我買不到口罩 這樣這樣這樣 他一聽到關於疫症的事情 由於他本身已經緊張 到你去講有關疫症的任何事情 的時候 他是不想聽到 他會罵你的 不要再說了 因為他很辛苦 你再說一些給他聽也好 他就承受不了 所以他不要有任何聲音 任何東西加上去給他 這些有時候是因為他逃避去處理 因為他承受不了 這個就是 另外有些人精神大 他會怎樣呢? 重複行為 比較常見 我們不要說強迫性思想行為 但整件事 今次的疫症 其實大家避免不到 都真的做多了很多事情 例如你去抹門鎖那個 抹東西、抹手提電話 那些真的多了很多 大家要重複 因為重複 如果有些事情 會令到我們真的安心了 不過當然我講過猶不及 做得太多 太辛苦的時候 都是很疲勁的 另外就是有些人 譬如我們說 他由於他不安 他去聽多些新聞 聽多些關於疫症的事情 想著可以安心一點 但他又受不了 越聽就越害怕 越害怕就越聽 於是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他最大可能性影響到 根本真的出現在醫療 就是醫院診所方面 就是睡不到 於是就很辛苦了 於是就去看醫生 如果認識了些就會 好了 我們講了那個 影響方面 譬如抑鬱症、招累症 哪些人會比較容易受影響呢 其實我們說在疫症方面 影響情緒健康 有些人是比較容易受疫症 影響得比較厲害 其實有些背景特質 譬如說他在生活上 已經有很大壓力的人 可能他未有疫症之前 可能他的生活都很多事件發生 不太容易 又或者有些人有長期病患 長期病患的意思 通常譬如說 心臟病、糖尿病 一般而言那些是不能夠斷尾的病 都有一段時間的 這些有影響 或者以前精神健康不是那麼好的人 譬如包括你之前 未有疫症之前 都已經有抑鬱症 有焦慮症 甚至無疑 或者有其他的情緒毛病 都會比較差些 另外有些人同時經歷一些 重大生活壓力事件 什麼叫做 significant life event 譬如說親人離世 搬屋、退休、轉學校、轉工 無疑結婚、寶寶出生 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生活壓力事件 無論開心或不開心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有大壓力 如果你同時疫症時間出現 你又會比較辛苦 另外一些沒有朋友、沒有家人支援的人 比較孤立的人 除此之外 哪些人會比較適應得差些 有些用一些不太好的適應方法的人士 過往很多事情都是用這些方法 其實他又會適應得比較沒有理想 譬如有些比較喜歡怨天遊人 最壞都是你的 最壞都是你的 很喜歡賴人 他賴得人多也好 其實他的情緒是低落的 很多怨份 但無補於事 會幫得他好些 另外一些會喜歡遷怒別人身上 譬如說自己不開心、擔心、擔心、擔心 也好 他會把自己的不滿發洩在別人身上 但他們有時更厲害 當然剛才我講過 有些暴力的行為 很多時候 由於你本身把那些粉墓發在別人身上 可能你本人自己不覺得自己是生氣的 但被你罵的人是好過、很辛苦的 很多時候就會影響人際關係 別人好的就不跟你罵就走開 但有時如果你說不是 大家按不住就會罵起來 那就很影響到大家彼此的關係 另外有些人會抑壓情緒 那班又是適應得差些 什麼叫抑壓情緒 不認的 譬如他害怕也好 他自己不認怕的 他生氣他又不認的 譬如你說你是不是很害怕 你是不是很擔心 哪是呀你是 這樣 但是他就默默地在這裏 負面情緒發洩在別人身上 另外有些人我們說 用一些不太適當的減壓方法 譬如賭博 現在可能他就在網上賭博 濫用藥物 譬如比較常用的安眠藥 吃煙、喝酒 去處理睡覺或者減壓問題 當然這些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但他們可能會人才立出來處理 那另外我都說 哪些人會差些 適應得就是他接收很多 就是我們說 資訊 就是訊息 譬如有其是他們 慢慢看一些手機的訊息 或者在電視 很多時候有些精神健康 本身不是那麼好的人 你看得多了 其實他們會是辛苦 他們是不安的 有時候有些未經證實的 以而傳而 就更加害怕 令到他覺得很無助 最終有些人 就是我們說 他本身是不肯求助的人 都不肯適應得差些 或者有些人 就算你主動幫他 他不求助 他都不肯讓你幫 是有這些人 於是很多時候 變成他也孤立了自己 都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適應一下 好了 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抗疫 有什麼良方呢 我主要從三方面去看 第一個是身體 第二個是心理 第三個是社交方面 我們著角會說一下 第一個是身體方面 我們現在要實踐一些健康生活模式 保持身體健康 這個疫症來說 老實說 如果你說 染到這個病的時候 有誰不怕 你自己怕 家人怕 其實是真的不安 而且真的會怕 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做好一點 減低染病的風險 自然我們不安的感覺就會小一點 你沒事 家人沒事 盡量我們做得好一點 可以怎樣減低染病的情況 可以怎樣做呢 比如一些均衡的飲食 定時作息 充足的睡眠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睡得不夠 真的容易 我們說生病 你也要經常做運動 強健體拍 也沒有那麼容易染病 注意個人衛生 多些洗手 如果出現一些呼吸度感染病症 那就要戴口罩 為人為己 要留意身體的變化 有些不舒服 以前可能喉嚨痛 可能三天四天都不會去看醫生 但現在 譬如疫情影響 有時都難判斷 究竟是否有染到 所以如果身體有不妥當 真的要早一點去看醫生 希望可以盡量預防 變成自己的安全感都會增加 沒有那麼驚青 那麼不安 在身體方面 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 至於在精神健康方面 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們要講一些可以自己處理 或者自己去幫忙的方法 第一個我們說 就是維持日常生活的規律 其實就是說 有些事情 譬如在疫情之前 我們本身每一天都有些規律 我們盡量保存 不要改變 其實就會比較理想 即是根據疫情之前 有的 我們盡量不改改 因為這樣會舒服一點 另外我們也避免一些重大的決定 在這個時候 因為壓力大 大家都壓力大 於是怎樣 這些重大的決定 例如舉個例子 可能可以不搬屋子 就不要搬屋子 不要裝修子 就不要裝修子 甚至無疑 即是我們轉校的 可能就不要轉校子 這些都是我們比較大的影響 可能就不要裝修子 就會比較理想些 這些都能夠令到我們的情緒 會比較穩定些 除此之外 我們都可以放慢生活的步伐 享受生活 我們說放慢生活的步伐 是怎樣呢 可以譬如調節一些生活的節奏 例如減省或者延後一些不必要的工作 即是說有些事情是必要做的 我們就做 但有些事情不是趕著急著做 可能我們就減少些 對自己的要求要低一點 因為現在很大壓力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把標準 有些事情要調教 那你就會舒服些 否則自己逼自己就很辛苦 那就可以延遲些做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刻意放慢進食 說話 走路和做事的速度 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一些動作慢一點 我們說在過程之中 例如吃東西慢一點 講話慢一點 走路慢一點 例如你吃飯以前 我吃一頓飯 我個人很心急的 15分鐘我要吃完的了 很多工作要做 因為我們需要很快 就做不完一些翻風的工作 但是我們可以嘗試 不要定說一個小時 如果你吃開15分鐘飯 很快的人 你叫他吃一個小時 很劇力的 我們可以把它轉為25分鐘 或者30分鐘 在那個過程之中 即是說 我們去把那些行為方面 慢一點點的話 在那個過程 你把專注力 就集中在吃東西 在吃那塊雞 那些雞味是怎樣 品嘗一下 慢一點 把注意力放在那裡 質感又是怎樣 喝杯凍檸水 檸檬味是怎樣的味 你就去感受它那個 例如食物的味道 等等 你慢慢去享受它的時候 速度慢了 那有什麼影響呢 原來我們自然就能夠 令到我們比較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要追求 我怎樣去放鬆 其實用行為上 調轉行為帶引你 都是可以另一個方法 像我那個圖畫 做一隻雞 如果那個廚師 一天一個小時 要做20隻雞出來 他的廚師就會很辛苦 很吃力 但原來你全日做一隻雞 我舉一個例子 慢慢做 人生多美好 自己可以吃一下 品嘗很香 自己做得很不同 即是說 你稍微要放慢一點點 你會舒服一點 因為疫情的影響 可以不妨自己嘗試做這一步 像我看這個圖 那我就說 由於你放慢一點點的時候 就可以減低了一些不安 或者躁動的情緒 即是說你個人 其實是沒有那麼猛狀的 不安其實就會低一點 你看到那個壓力 很多時候它會追著你 如果你不做好一點這些 我們說減少被責任追著跑的壓力 其實有時候 究竟那個壓力 是不是全是別人給你 其實我們說在研究上 其實很多時候壓力是自己給你 因為有些標準 我們對自己很多標準 有些要求 其實很多時候 就令到自己的壓力很大 所時不能調節外面的要求 我們都可以調節一下自己 對自己的要求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減壓方法 另外我們都可以做些什麼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 安排一些休息或者娛樂的時間 有些人看工作是很重要的 他個案不做 休息是很不對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覺得 你玩嗎 好像很不應該 其實沒關係 適當的休息是好的 休息原始為了走得更遠 記住休息是能夠令到你做得更加好 更加有能量 就是繼續做下去 這個疫症可能都不會很短 所以必須大家都有適當的休息 去應付這一場不是那麼短的挑戰 另外我都說了 生命不限於勞動才有價值 其實有時候我們休息 其實都是令到豐富我們的人生 令我們健康好些 全部其實都是有價值 不要只是看工作才有價值 這些是一個思想上 或者價值觀的一些調節 我們如果能夠多些 中間有些休息 我們可以避免耗盡的情況 耗盡的意思就是 有時候我們太大壓力的時候 太大精神壓力 我們會好像一枝蠟燭一樣 燒一下燒一下燒到底 就沒有了 你不能再燒了 耗盡即是完結了 人只有疲累 什麼都做不到很累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另外我們可以在精神健康方面做些什麼 當然可以接受自己的一些限制 可能盡量不要怪責自己 譬如朋友就會怪自己失業 又沒有經濟能力 買一些電腦切施給子女上網學習 或者甚至無疑那些很深的功課 自己又不懂英文又不懂中文 或者數學都不懂的 很難教到他們 很辛苦自己又很內疚 有些甚至無疑在疫症期間 因為整家人可能都在家裡 因為減少外出 大家就是一個 其實香港的居住環境都比較擠迫 就覺得家裡很逼結 就覺得自己很內疚 不能夠提供一些比較寬敞的地方 給親人 好像這個公仔那樣 指著鏡頭 你真的沒用了 你真的失敗了 他會去自己責備自己 有些甚至也會把他的負面情緒 發在親友身上 但是其實 我們如果不斷在這裏 自我批評自己沒有用 自己真的失敗 其實只會令到自己 和就算跟你一起住的家人 都很消極 很不開心 就無補於事 但是很多時候 由於你經常很負面說的 親人都很受影響 他那個人生觀都真的會很負面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士來到 譬如情緒很抑鬱 他的家人都是因為被他拖到都會很抑鬱 所以記住一個影響 自己其實可以影響家人 這個就盡量可以避免 或者處理 另外我們說 另外都可以 即是鼻精神健康方面 盡量就不要跟別人交給 有時候因為 你一會兒交給 我什麼都不及人 這樣 經常都很不開心 很消極 不妨多些去欣賞自己 有些人付出了 譬如說在疫情期間 我都很努力去買防疫用品 我都很盡力去清潔家居 或者我都很勤勉在家裡煮飯 令家人不用外出吃飯 這些是你的貢獻 不妨多些去留意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另外一點 我都提出了 善待自己 即是對自己好一點 這個其實都比較相對 近年新興一點的概念 就是怎樣呢 對自己好一點 譬如每一天留一些時間 給自己做自己喜歡的活動 或者自己製造一些樂趣 我們舉個例子 我每天留些時間給自己看書 聽一下音樂 譬如早上起床 可以用十分鐘欣賞一下神光 這些都是 例如我圖畫裡 跟老朋友聊一下電話 煮個蛋糕給自己吃 做運動 保持健康 或者甚至看笑片 這些都是能夠自己去製造一些 開心的東西給自己 對自己好一點 其實這件事都可以令我們減到壓力 還有有時候我們根本 要正面抗疫 積極抗疫 我們不知怎樣做 你用這些方法去做一些對自己好的 開心的東西 其實就能夠培養到一些正面的情緒出來 令自己繼續有能力 不單止是疫情 繼續生活下去 你的人都會是正面一點的 所以呢 我做了一個圖畫 寫著要善待自己 就是要把愛留給自己 因為很多人 尤其是比較多的 譬如媽媽爸爸 他將很多的愛留給子女 但他忘記留給自己 其實這個不是自私 是因為這個 始終我們說 你是一個照顧者也好 你都要愛惜自己 否則其實 如果沒有人繼續可以給到關愛其他 家人 所以要善待自己 另外有一個 就是說每一天 睡覺之前 都簡單地寫下 當天令你感恩或快樂的事 就是說很多時候 我們睡覺之前 都可以寫下少許 你用五分鐘寫下三樣 如果你說好一點 我用十五分鐘 可以寫下一些解釋 三樣令你 譬如幸運的東西 快樂的東西 有些得著 或者有些領悟 譬如包括了些什麼 譬如說 今天很幸運 我買到口罩 或者不是 我今天吃了一個 很美味的雞批 沒什麼所謂 或者我今天 可以搭到車沒有遲到 你自己去想一下 一些開心的事情 寧後自己去想一下 有時候 那些人就告訴你 尤其是有些情緒一般的 抑鬱症那邊 或者有抑鬱情緒 比較厲害的人 你叫他想三樣快樂的東西 他回答你沒有 一定想不到 什麼都想不到 沒有 不知道 是很難的 對他們想三樣快樂的東西 快樂的人 想三樣快樂的東西 就很容易 對那些情緒一般的人 你要想三樣東西 其實是不容易的 如果有時候 當然 我們說 如果你說真的去做治療 可以引導他教他 我們就 不妨 如果一般市民 可以自己試想想三樣 覺得自己很幸運的東西 那你寫下 那很多時候 你會想一下 嘩 寫來有什麼用呢 我當時 之前 早期看這個概念的時候 會不會好像很傻 自己寫下三樣東西 覺得很快樂 其實可以寫長寫短日 好像寫日記 就行了 那你想一下 我好像很傻 如果沒有那怎麼寫呢 就這樣劃出來寫 劃得通俗一點 就好像很愚蠢 我又有這個感覺 但是呢 於是 繼續我都會看 研究方面發展下去 原來又很有趣 那些人 一開始是不開心寫的 他一開始都不信的 寫下寫下 你去review 就是看回頭 他就發覺 有些人真的開心了 好了 他引申到其實現在 都比較多的文獻 他現在是支持這個做法 他會怎樣呢 就越來越正面 他不單止影響情緒正面 而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原先你說我沒有開心 但是你寫了一堆堆之後 那你又看回 那原來你又會發覺 如果你的人生 你的attitude 整個都會改了 你自己去培育了 整個開心的東西出來 不只是說 我好像很傻 原來是得共 將那個人生 是有少許改變了 那似乎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有效的做法 現在就 所以大家覺得 一開始的時候覺得 好像很傻 很傻 不要緊 嘗試一下 不是成本很大的 可以做一下 看看能不能幫到自己 那如果用這個方法 其實能夠令到我們 其實個人比較樂觀積極些 還有有個希望在前面 有希望其實就會能夠 真的可以應付到很多壓力 你沒有希望那個感覺 是無再辛苦的 那試一下 大家不妨可以做一下這件事 有時間的 可以解釋一下寫多一點 沒有的可能簡單 譬如寫三件事 很短的 五分鐘寫完 我一日寫一下寫一下 你寫幾日升級 再看看 再看看 那你自己去試一下做這個 都是有幫助的 那另外我們說 都可以做些什麼 在精神健康方面 那當然是有限度 接收一個資訊 好像看過漏斗 資訊很多 你全部不過濾 其實就會很辛苦 就是我們說 很過激 很難頂 頂不頂太多了 對一些精神健康本身 不是太好的人 其實很難承受 所以我們最好 可以選擇一些可靠的資訊 每天限制一下收穫的時間和次數 這個呢 我說回 如果你精神健康好的人 其實他看幾次都不怕 沒有所謂的 他們真的不會太影響 但有些本身精神健康 一般的 不太受得壓力的人 這個你就要限制一下 不要看得太多了 我會給大家一個建議 大家盡量放在上午和吃飯時間看 因為他就變成 因為他盡量不靠近夜晚睡覺 因為他漸漸那些資料 會失去了 他就不太影響睡覺 如果你在睡覺之前 有些人 譬如他本身都很緊張 你睡覺之前再看這些資訊 他很多時候就會告訴你 睡覺的時候很辛苦 他一幕一幕拍出來 我不受控制 我不想看 死人多少個又多了 待會看完那些屍體 他又很害怕 他那個腦不受控制 他會覺得很多東西走出來 他睡不到 他會很辛苦 會拖到他會成為一些抑鬱症 或者是真的一些失眠的問題 所以我們本身精神健康一般 你自己都覺得不太受得 自己有節制去做 但不是說 如果你精神健康很不怕 其實是沒有需要的 但有時我們說 那可不可以全部不看 所有資訊都不看 這個我又不是特別建議 因為為什麼呢 有時有些知識 其實可以幫到我們去減低壓力 尤其是有時 譬如說 那些醫生或者教授 教我們怎樣正確的處理方法 之前不知道 但隨著他們一路研究 他會告訴你怎樣做 其實你那個控制感是大了 不用多做很多無謂的事情 於是跟著做 其實你又會安心些 所以最好每天都看一下 但就不要看得太多 那你就會舒服些 提到 盡量又不要用一些不良的減壓方法 譬如瑜伽酒、食煙、濫藥、賭博 和暴飲暴食去處理壓力 都不是那麼理想 跟著最後呢 我們會說回精神健康方面 壓力處理 如果你說是僱主和僱員之間的溝通問題 那當然最好的 其實就是大家有坦誠的溝通 共同去面對疫情帶來的困難 那因為真的 有時那些前線同事做事 他很能夠掌握到的 他一些具體的意見 其實都很幫到僱主或者上司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溝通得好些 大家共同去面對疫情 都可以減壓 除此之外 我們都要講一下 就是了解壓力的來源 之前講過 如果你知道那個源頭是什麼 那我們盡量去解決問題 就是所謂的problem solving 就針對那個壓力來源去解決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如果你不清楚 不是不行 就難做很多 如果有時候我們說 有頭痛有頭暈 很大的壓力 有作誤等等 我們都可以用一些鬆弛練習 去幫忙 譬如我們講一些深呼吸練習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等等 去舒緩那個身心不息 最後第三個方面 我們在社交方面 就是說其實都能夠幫我們去抗疫 為什麼呢? 其實在社交方面 其實是一個緩衝來的 對壓力 我們說是一個不法 如果你那個社交健康比較好 其實可以頂住很多的壓力 最重要是誰呢? 一般都是家人那邊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多點跟家人溝通 但記住 溝通是要心平氣和的 不是的 但有些家人很兇的 經常罵人的 他罵你 罵完之後 你說 你跟他 他覺得溝通了 他說不是 你罵人 他說什麼時候有 他都不覺得 但其實比他罵的人 真的好 其實那些不是溝通 是罵人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你說 人家說好 你要給人家說 你要聽 不是只有我說 沒有你說 這些又不是溝通 而且也要接受和給予關懷 有些時候 父母很疼兒子女 有些兒子女 慢慢給 這個就是 尤其是媽媽 給很多關愛的兒子女 那些兒子 那些兒子 或者一個兒子女 他就接受 但接受得久了之後 會出現什麼後果呢? 媽媽就乾堂 只是給 沒有東西收回來 然後兒子女 事之當然 說得不好聽俗話 也不懂得珍惜 所以最好是兩方面 Give and take 兩方面都要給 媽媽要付出照顧 子女也要回饋 關心媽媽 或者爸爸 那這個就會比較 是一個健康的社交 另外在疫情期間 都要留意 那些兒子哥 或者那些兒子女 的情緒變化 可以分享一下一些感受 那 記住 有時候可能那些兒子女 尤其是 有時候你問他 他會說 很害怕啊 這個疫症 有些可能是男生 他講這個時候 有些父母會說他 就告訴他 男生有什麼好怕 又小膽又怕死 怕什麼怕 有什麼好怕啊 於是你是否定了他的情緒 那那個弟弟學了什麼 就說 原來我說我自己怕都是錯 他就抑壓了 他就不說了以後 但是他裡面怕不怕 我回答你他怕 其實就很容易演化 如果做得不好 就會出現情緒毛病 所以其實你應該是 容許他講 不要罵他 多加安慰 例如舉個例子講 怎樣叫安慰呢 譬如說 你怕不怕 怕我不用怕的 譬如爸爸在這裡 或者媽媽在這裡 你照著我指示 跟著我做 就會安全很多 那麼 他的弟弟哥就會安心很多 就不會說 有時只是怕到自己有 其實不是個個能夠用 我們說出來的 怕也好 或者擔心也好 他自己在裡面 我們作為大人 就要幫幫他 另外可以通過一些電話 社交媒體和親人保持聯絡 沒有辦法 就不可以去聚餐喝茶 於是我們只可以怎樣 就打個電話去大家聊聊天 有時聊天 你都可能會減壓 不知道你們過不過 有時很不開心 受了氣 於是有個朋友聽你說 他不會幫到你整件事 你說完就好像舒服了 有人明白自己 這些我們都能夠幫我自己減壓 也能夠令我自己沒有那麼孤直孤獨 所以有時如果有些朋友 尤其是他都比較明白你 多點打電話 或者去聊聊天 其實電話會WhatsApp好一點 因為其實比較直接一點 當然最好我也這麼說見面 但現在不適宜的時候 電話就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我們說 去多點關心身邊的人 這個都可以提升快樂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有時我們說 譬如舉個例子說 你旁邊的鄰居很年老 或者是一些殘障人士 譬如說可以給他一些口罩 如果你經濟環境都可以 就算幾元你負擔得到 又好像為什麼我要做這些事 有什麼關係 原來很有趣 你想自己精神健康 以前我們中國人有一句 施比仇更有福 比的人是好的 比仇的人其實都是好的 但有些研究就發覺 原來拿到東西得到幫助人是開心 原來比一個人其實是更開心 快樂的情緒 開心的程度是更高 比這個更厲害 所以原來有時候 我們的精神健康好 不妨去幫人 有些舉手之勞不是太難的 也不是所有牽涉到 一定要給錢才行 你可以幫一下鄰居 或者簡單而言 你問候一下他 其實也是 我們都會令精神健康好一點 總結來說 抗疫精神健康有什麼適當的方法 我剛才提到 主要我們通過三個方面 身體、精神健康、社交健康三個方面去處理 這樣就會比較全面一點 當然如果你發覺 用剛才的自己幫助方法 都不太行得通的時候 就可以尋求一些專業的協助 譬如找醫生、心理學家、社工去幫忙 有些社區的資源可以看看 另外這幅是給大家一個希望的圖 今天的講座差不多了 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 好,謝謝鍾姑娘 我們接下來會進入問答的環節 提一提各位看我們直播的朋友 我們這個問答環節 也希望大家可以問一下問題 可以透過螢幕下方有一個問答鍵 你按一按問答鍵 就會出一個視窗 你可以在裡面輸入問題之後 按一按發送 就會送到來給我們看 我給大家一點時間 看看有沒有問題想問我們的鍾姑娘 這位朋友也問得很快 大家自答得很快 她問鍾姑娘 她說她自己要在home office 即是在家上班 在家工作的壓力大於寫字樓 感覺好像有上班沒有下班 可以怎樣做 以及如果是機構的老闆 可以怎樣幫助員工 適應這個轉變 麻煩鍾姑娘 大家回答這個關於home office的問題 多謝這位聽眾的問題 其實home office的壓力大小 有些就說大過上班的時候 其實也未必一定 見仁見智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是小一點壓力 也不一定 其實好看似乎 其實是那個上司 或者機構一些標準 或者要求的 有些上司或者要求 只是你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 我不管你多久做完 很快做完總之交到一份工作就可以了 但有些是要你整個過程給他看著 留意著 這樣就可能有少少真的不同 所以有時候也要看看公司或者上司的要求 另外有時候壓力 我們說都是比較主觀的 不是一定 就是看不同的人 可能同一件事 同一個工作 可能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 可能他覺得壓力大 有些人覺得是小了的 但總體來說 我們會解釋到 其實如果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說最好機構或者上司方面 就盡量能夠 我們說清晰地表達標準 或者降低 或者是調節那個要求 當然我們說下屬來說 可以盡量也可以反映的意見 大家去協調就會好很多 有時候單方面是很難做得到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我們現在收到一條 關於他問精神不集中 他說在抗疫期間 他經常會覺得自己是有一些精神不集中 思緒混亂的情況 覺得經常都很擔憂 甚至會容易很發脾氣 有時候還會影響他的睡覺 影響他的睡覺情況 就想問一問 如果出現了這些負面情緒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做 所以是一些關於精神不集中 又容易發脾氣的問題 阿文,阿忠姑娘你回答一下吧 謝謝你 如果聽下去 這些似是有些壓力過大 或焦慮的一些症狀 當然都是一些情緒一般 如果你可以用剛才課堂所說的一些自行處理的方法 我們說一些自行處理的方法 當然固然好 但如果你發覺其實都不太有效果 可能你就盡早去看醫生 或者告訴醫生 醫生也懂得教你 或者轉教他適合的社會服務 或者醫療去處理 是的,我們繼續看一看這些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都有數以百計的人 在看我們直播 所以這些問題都隨便來 我先看一看 這位朋友問 他上司經常在非辦公的時間 即是在辦公室時間 去談公事 或者要求他去處理公事 令到他沒有休息和私人時間 想問一問 可以應對這些情況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跟他老闆說NO 即是去拒絕他老闆 而不會被當作玩東西 或者是不想NO 所以一位同事又想問 如果在辦公室時間的時候 遇到一些情況可以怎樣去做 謝謝鍾姑娘 請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聽下去 這個情況 壓力是來自兩方面 一個就是上司方面 我想解釋 其實上司都要明白到 其實最好我們說 是有一個叫界限的設定 Boundary 其實多數的人都會喜歡 有些界限之分 就是說如果那些是他私人時間 盡可能就給他 盡量少些去涉獵公事 為什麼呢? 他有私人的時間 他才有能力去應付壓力 精神健康才會比較好 如果經常都是 我們說長時間他都要工作 或者是兼顧 放了工作 兼顧很多上班的事情 還是不停地去處理 其實會影響到他本身承受的壓力低 而且他會很辛苦 其實工作效率不是高了 很多時候 引伸到他就很容易有病假 因為他承受不了 而且避免不了 也可能會出現一些負面情緒 很生氣、很不開心等等 反過來說 如果他本身能夠 在我想適當的界限之下 下班的時候 他盡量都可以 不去兼顧太多工作上的事情 其實一般來說 職員的精神健康 或者那個感覺是會好很多的 他們很多時候 對公司的歸屬感會大一點 生產力的生產力都會高一點 反而對公司來說 其實好處是多些 僱員的精神健康都會好一點 所以盡量 如果我們說可以兼顧到 最好當然是上司 或者公司方面去處理 但作為下屬的領域 其實這件事上 會比較被動 如果聽下去 我們只可以去跟上司說 可不可以遲些才處理 因為現在已經是不辦公室 但有時候我們說 怎樣去避免不要說 上司覺得你玩東西 另外我們又要顧自己 講時講 語氣、態度 誠狠有禮貌 你就不要說一些超戰性的說話 因為這些就會令到大家的關係好 也無法解決這件事情 是的 我們現在一直都收了很多問題 或者我再選一條問題 來問問中姑娘 如果其他聽眾有很多問題想問的話 其實我們講了之後 都會發給大家一份問卷 你可以在網上問卷 問一下你的問題 我現在再看看 最後有哪些朋友 有哪個問題想問 這位朋友問到 因為他想掌握疫情的情況 所以經常要跟進有關的新聞報道 但是每一次的經驗 即他每一次看一些新聞之後 都覺得很沮喪 他想知道可以怎樣 他想拿到一些資訊 以及他心理上 取得一個平衡的 麻煩中姑娘回答一個 關於掌握疫情的問題 麻煩你 聽這位朋友這樣說 其實有時就是說 他如果看了很多資訊 是因為工作的需要 而令到他睡不到 又很擔心 或者很不開心 其實可能已經看得到 他不太承受到 在精神健康方面 我們說回 剛才說 你可以做些什麼 如果好一點的方法 就是我們試一下可以做一些 自己比較開心的事情 就是剛才我提到 令自己快樂開心的一些行為 然後如果情緒能夠平復到 就是我們都可以的 那當然可以 但是你發覺 有時真的都不行 好 給他拖得很緊要 越看越辛苦 今天看完 明天又看 就覺得可以拖倒自己 其實可能那個資源同事 就要向上司 講回他那個情況 就說他比較受影響 那作為上司 可能我想也要體諒 因為為什麼呢 不同的人 那個反應不一樣 性受能力不一樣 你就不要罵他懶 沒有用等等 因為有時候 可能他那個精神健康 相對弱一點 他真的會很辛苦 那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譬如說 部分交託給其他同事 或者甚至如果同事 真的承受不到 那我們可能要找 另一個同事幫忙 因為避免有些人 不停地看 他會令到他出一些情緒毛病 真的有可以出現 所以大家坦誠去溝通去處理 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 麻煩你鍾姑娘 我們今天這個網上的講座 其實舉行得差不多 我上來台上和大家見面 其實我剛才也和大家說過 我們今次的網上講座 到最後就會有一個網上問卷 發給各位收聽我們的朋友 你可以將你的問題在問卷上 再發給我們 我們稍後會再跟進 關於今天這個問題 就是受到疫情衝擊的精神健康問題 鍾姑娘就給了我們一些很好的建議 其實這是我們今天好心情的健康工作間 其中一個主題 除了我們的心靈精神層面上的情況之外 我們還有關於體能活動和健康飲食方面的內容 接下來下個星期 我們就會有一場關於健康飲食的網上講座 希望套用剛才說的一句話 休息是為了走近遠的路 我們休息了這個星期之後 下個星期希望再見到大家 今天的網上講座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 Nico 同歷 雲 小仔